共军东部战区的原称火箭炮 也就是所谓的远火数量不断增加 国内的共军军情研究者发现 共军持续在沿海新建营区 地点在福建泉州的深城村和延峰村 透过不懈分析卫星图片 深城村的新建营区被发现有十个车库 而延峰村则有八个 最近距离金门县仅约15公里 金门已经不算是我们的战列要遇了 所以如果要直接看谈台湾 大概就是直线距离大概是190公里 并且在佩洛西绑台之后 远程湘性火箭炮增加还蛮多的 指挥信息高效流转 任务兵力密切协同 战区陆军远香火 拆车希尔防空旅行边远火第一旅 过军盖新营区的速度肉眼可见 研究者也发现新远火营区阵地 都沿着G228公路便于机动部署 这一次解放军他的远火 应该是PHL的191这个型号 他可能打不到我们相对来说 我们比较内陆的一个营区 但是对于他要进行登陆作战来讲的话 这些远火营有可能会扮演的一个 对台的一个所谓我们讲暗轰 或者在海岸这边的攻击的一个角色 这款火箭炮在2019年 中共国庆阅兵时首次亮相 火龙280A版本设程可达500公里 足以涵盖台海230到250公里的范围 因为这些火箭炮理论上来说 它的导引 它是比较没有去导引的攻击的效果 可是如果它结合了无人机的话 是不是可去发挥他们所谓的一个 查打一体化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方向 国军会运用联合情监针 持续的严密监控它的相关动态 同时也会因应敌人的各种可能行动 强化部队的战力防护跟机动部署 适切调整兵力应处 远火攻击往沿海前线 持续推进共军的动作 国军紧盯 TVBS新闻 佛琳婷要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